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愚人节 也是张国荣的忌日 还是我们的生日 所以说我们还是说我们的生日 对吧 但是可能对于有些观众来说 这期节目就不好看 因为是我们自娱自乐 对吧 我们自娱自乐 自娱自乐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 就自吹自擂 就是伟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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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要怨我没有事先预告 对我们节目不感兴趣的朋友们 现在可以看 可以不看 对吧 因为接下来你会可能会感到有点恶心 先从广美开始 上次我跟文道子东 我们已经庆祝了一下 怀了怀旧 你还没说你呢 15年了 其实今天静鹏有一种特别想哭的感觉 一听到你们要做15周年庆 我才发现 我恍然发现 我人生的三分之一都献给你了 这经历了我的20 30 40 好可怕 然后最可怕的是 我把15年的青春花在你身上 但是刚才在咱们化妆间里面 窦文涛在跟丹丹姐交换微信 然后我现在才忽然想起来 你知道我这么几年来 自从有微博跟微信出来之后 每个人都说 广美 你一定有窦文涛的微博 对不对 你能不能偷偷地把她的账号给我 我说文涛真的没有微博 不可能 他一定有 你一定有她的账号 你偷偷给我 我就偷偷地关注她就好 我说我真的没有 我发誓我真的没有 因为我们能玩的 都在电视上玩了三批了 然后她竟然就在我的面前 然后跟丹丹姐交换了微信 两个人拿着手机 那边扫来扫去 这东西还真先进 这个她刚才已经 她上次回顾的时候已经讲过 她说15年 我经历了多少女人 对 所以你说 让我在这个位置上 坐了15年的人 心合已干 情合已干 我跟你说现在都15年下来 我发现这人都越来越会说话了 这个谁都别装纯情 是你三分之一献给了我 三分之二这15年来 分配给不同的男友是吗 每天人家文道都说了 说你看成为15年 我们眼瞅着广美 从一个男朋友 走向另一个男朋友 到最后有幸福的归宿 这个是真的 对 他是从一个绯闻走向 所以说你看 你是我们《千山三人行》当中的一个连续剧 对 那天概括了 最有戏剧性变化 我们这些人没有剧情 我们只有抒情 没有剧情 对 只有你有剧情 所以你想哭也是正常 对 然后我更想哭的一件事情 我们《千山三人行》所有的宣传片里 一定没有我 瞎说 我特意在我们上次的纪录片里 加上你 一定没有倒是漏掉了 另一个红颜知己 你在这儿也得给人家道歉 曾宝仪 曾宝仪当年叫阿宝 也做了很久 但是我们怎么就没想起来 所以我今天要把这图片 特别给大家出一下 所以我就说 今天说什么都摆所见愚人节 而且今天我们自娱自乐 我认为最好的方式 还不是我们说话 自娱自乐 就是鱼 鱼公鱼山的鱼 你看我这身衣服 我们服装师多有心 这就是1998年4月1号 第一期我穿的马甲背心 15年前 这个也是吗 这个是他们今天加的 说多少戴点红过生日 所以我就说 这个主要还不是咱们说话 你知道作为一个员工 最高兴的是听老板夸他 那当然 所以今天接下来的时间 全部交给凤凰威视 董事局主席 先进走的 刘长乐 蔡平 是不是 我跟你说 他是这么回事 他是这么回事 就是说 我们这个中国人 搞传媒的人 有一个标准 叫二老欢心 是什么呢 老干部 老百姓 老百姓 你知道我做节目 我心里也有一个二老 什么呢 老观众 老板 我就讨这 你还真全面的 你 我不是说不讨新观众欢心 我是觉得 老观众 他对你提的意见 显得他是 更了解你多一些的 你知道吗 而且老板 直接 他是让你生存下去的人 而且 凤凰威视的老板 我为什么说 我们要用这种方式 来度过我们今天的生日 而 就是因为 我认为他对咱们节目的了解 超过我 这个节目 你知道 他提出 他创办 他命名 他保驾护航 15年 而且他讲的 我认为 达到论文的水准 这真是超过我的认识 所以呢 先 第一个发言的 是吧 是 刘长乐 太平神社 在发 发言 凤凰人的梦想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觉得就是 人本主义 人本 以民为本 以人为本 这样的一个私下的 或者说直白一点 就是人性的回归 我们要说人话 现在说人话 这个词已经很时髦 很时髦了 但是那时候呢 1998年的时候 你要提出来说人话 或者你想着说人话 还是有风险的 但我们要说人话 我们要对 真正的观众 把他当人来说人话 这就很难 但是我觉得 当时我觉得 还有很多朋友 问我为什么你们选了文涛了 当时我具有偶然性 但是我觉得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出处 就是我跟文涛 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工作业员 就是我们俩都出处去广播 就是从听力 听觉角度来说 是讲语言的 是用语言来表达的 并不是通过行为 动作或者是事项 那么这个节目的创办呢 实际上跟广播不无关系 因为广播呢 它实际上是靠听力 而听力呢 是第六感官 它的非常重要的是联想 这点我觉得 我过去研究广播的时候 我特别强调 就是广播 听着这个感觉 他联想的东西 画面更丰富 他的调动你的回忆啊 这个更多 更饱满 所以这个呢 我觉得也是我们一种创作的一个基础 那么文涛呢 当时在凤凰 来了以后呢 实际表现非常不错 但是说老实话 谁也没想到 他能做这么好的脱口秀 而且做到今天 但是当时呢 选他应该说 有一点冒险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还是选选对了啊 我觉得文涛当时 还是这个 受命于危难之中 就所谓危难之中 是节目的创办 这个创办 创办这个节目 是很难的 说老实话 在当时那个前提下 现在有无数个节 类似的节目 在靠背 在复制 但实际上呢 超过文涛的 还是不多 或者说很少 我认为是没有 我这可能说的 说的有点过分啊 哎 要不咱们再放一遍吧 这老板经济高啊 经济高啊 而且这个非常有福心的人 当然就是说 人家一是说 这个电视人呢 说自己如何了不起啊 这是违反行业道德 行业伦理的 就是说 按说咱们现在 是挺恶心的 但是我觉得 就是说 15年 将近这个 这个4000期的 这个节目 是不是也可以允许 我们有一天 对吧 就算 而且 对 就是自己快乐一下 而我觉得快乐 最好的方法呢 就是听这个 听老板 夸 对吧 好 现在就是 我再请出第二个 发言的 冯凰卫视董事局主席 刘长乐 在跟盛事 再听一段 当然我也说了 在办一个节目 创办一个节目 难 但是要坚持下去 更难 我们这 这节目 坚持15年 15年是个什么概念呢 我们讲 实话实说 是1999年创办 1999年 咱们是20 咱们是19 1998年 1998年 他们是1999 1996年创办 实话实说 1996年 对 但是 但是他在2009年 就停了 13年 医术人生 是2001年 带生的 这个 朱局的 医术人生 他呢 到现在为止 还在办 但是他实际上 也是13年 到12年 多一点 五一有约 那是2001年 创办的 但现在 还是如火如荼的 还是办的 还是不错 还是不错 这也是我们的 骄傲了 文韬的节目 从1998年 办到现在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刚才跟文韬说 我赚了一笔账 就是说按照 一般的 博物园员的速度 和他们 他们这种 常人的聊天的 这种家常话的 这种语速啊 一般情况是 一分钟 130到44 那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半个小时的节目呢 大体上是4000字左右 4000字左右呢 一年是52周 52周的乘以5 一共是260次 264节目呢 再乘上15年 一共是3900次 3900次 再乘上4000 那是什么概念 是1500万字 一部小百科全书 这么大的一个步头 说这个量啊 是非常大的 非常不容易 但是我必须说啊 刚才这个老板啊 算的这笔账 哎呦 广美都给算哭了 没有了 为什么眼含泪花呢 没有就觉得很感慨而已啊 就觉得很感慨 因为我差一点就错过了 因为我差一点就错过了这个 这个所谓的15年的 这个日子吧 你刚才讲到文文道说 我这一路走来怎么怎么怎么 怎么着 其实大家一路走来都很不容易 只是因为我这一路走来 不要说人话 别上强强三人行了 嗯 我能感觉到 因为上强强三人行 你叫我去说一些 我不擅长的话 我也不想说 那要说人话的时候 其实就 又很多板砖 蹭过来 其实你说 我也是人 我的心也是肉做的 所以就是 但是我又觉得 其实你刚才讲说 今天可能会不好看 文道你 你不要太小看你自己 你只要一出现 节目就好看了 哎呦 你真的不知道 就是说刚才是老板讲的话 其实我可能可以代表很多 你老观众的话 我游走全世界 只要凤凰台播出的地方 只要有华人的地方 就有你的观众 你要知道 你是他们多么重要的 一个精神食粮 你知道那些 年纪大的 年纪小 原本年纪小的 十几岁 可能中学开始看 强强三人行 他们也三人几岁了 你知道他看到我的时候 是那种 你一定要帮我 带句话给文涛 你一定要帮我 带句话给文涛 就是说 你知道你在他们心里面 有多重要 尤其在那种 国外的学子也好 嫁到国外去的人 或者是到国外去 打拼创业流浪的人 你就是他们的家乡 你知道吗 所以 我觉得这是十五年来 广美在强强三人行里 说的最好的一段话 天哪 我过去的十五年 多失败 不是 你这番我说的都心酸了 这是真实 所以为什么我刚才 就是 我不晓得 我就坐在这里 然后 其实你那时候 之前 工赏有一个什么 十五年的 什么什么什么片子 我也缺席了 我没有去录 因为我不晓得 我觉得我对于这个节目 有一种很奇怪的感情 我其实可能有很多话要讲 但是因为各种的磕磕碰碰 让我觉得说 其实你不管想讲什么话 你都要三思三思再三思 经过你九思之后 你就会发现 其实 Shut up 是最好的 对 你其实你太了解我的性格了 所以 所以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我自己 这么多的纠结跟挣扎之后 我现在还坐在这里 然后我有幸跟你 在这边共度了十五年 虽然今天让我很 真的很伤心 就是看你在那边拿手机 跟人家扫啊扫的时候 你又不想起 我又想跟你去 光美 真的 这十五年 许老师 我擦擦眼泪 你来说说话 我就是 多元的事情啊 其实他去负责就行了 上来的嘉宾呢 你只要做你自己 就你最感兴趣的什么 你想说的什么 你想表现的什么 你就做就好了 别去想其他的事情 就像他做节目也是这样 有些事情老板想的 他也不用去想 人本主义 他才不想的 对 你提到老板 我们不得不请出第三位 发言的嘉宾 也是这个刘长乐先生 我跟你讲啊 为什么今天他这样的 跟我们交织谈话啊 因为他跟我总是说一句话 他说文涛 我欠你一次 枪枪三人行 我要上一次枪枪三人行的 他总共说 我欠你一次 可是呢 他又总不来 很奇怪的一种说法 所以今天就是 所以今天我就让他用这种方式 诶 现在咱们仨说了 又跟他说了 正是在这样一种开放的这个语境 氛围中间 才诞生了凤凰 而凤凰本身又是开放的推手 那文涛的节目呢 正是这样 所以有的时候呢 你说你的节目有点低俗啊 或者包括有 有有有有有 有点黄啊 有点黄啊 呃 痛快啊 或者也是为了这个 思想的开放 呃 观众在认知上有差距 有 什么是有一些比较 呃 传统的 比较正统的一些观众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我们是开放的一个 呃 应该说是开放的推手 开放的排斗兵 再一个呢 我觉得就是我们的新闻性 些许的新闻性 这个节目 刚开始你也知道 我们是创办的时候之初啊 实际上是想用资讯类的 这样的一个油头 话油 是一个新闻性的一个 脱口秀 但是在创作的过程中间呢 我们发现文涛呢 更有这个茶余饭后的 这样的一种 杂谈的这种水水准 就比较像三家村夜话 你不能说三家村夜话 它没有新闻性 它有新闻性 但是它的主体呢 可能并不是 它可能更多的是文化类的 这个知识类的 当然也更多可能是伦理类的 但是所有这三性 我讲的知识性也好 伦理性也好 还是新闻性也好 呃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也是过去的媒体 非常忌讳的 一个就是娱乐性 但是我们是高举娱乐性的话题 这样一个旗帜的 当然娱乐是健康的 是健康的 是向上的 是积极的 是这样的一种 所以我觉得 没有这个娱乐性的功能的话 它也坚持不到今天 而且你们也恰如其分的 把握了这四性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这个呢 也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逻辑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呢 是 本来我还想再加上第四条 这个就说 本来有些人从外表上看 文涛不求蝙蝠 就包括他今天头发 实际上他是 精焦细克这头发的 是经过认知的处理的 他呢 其实很讲究 生活质量也很高 他戴的眼镜是很讲究的 你看这表面上 他很讲究眼镜 他可以跟我 对他推荐男眼镜好 把我说的跟人似的 台举 台举 三家村 台举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选择出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不是老板 是老妖 是我 我有一段话 所以也是就是自吹自擂吧 就是说 这个可以回应一下 这个老板 就是 那是凤凰十五周年 我们在人民大会堂 搞了一个音乐的晚会 叫做凤凰涅槃 然后我就有这个主题呢 因为那个时候算枪枪三人行 差不多就接近四千七了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也在台上讲了这么一段话 老实说啊 有些话 到今天的心境啊 可能就讲不出来了 但是当时还讲得出来 所以呢 也很尴尬的呢 也请你们来看一下 来 谢谢 其实我也不是一无是处 我不能跟他们比勇敢 不能跟他们比成功 但我可以跟他们斗尝命 小弟啊 有一个节目 叫枪枪三人行 还是一个小节目 到今天 已经做了十三年 到今天晚上这一集啊 将近四千集了 小弟 还有一个节目 叫文涛拍案 当然我知道 这两个节目啊 也都是让我们领导 犯心脏病的主要原因 但是 他们宁愿心惊肉跳 还是给我改进的机会 让我一直坐下去 我觉得 他们这个也是响应联合国的号召 保护生物多样性 谢谢 而这一点 我最看重 就像我特喜欢的一句诗啊 万类双天 敬自由啊 同志们 那既然说到万类 自然其中呢 就会有很多 另类 你像有人写书啊 概括我们凤凰卫视 说过这么一句话 说凤凰啊 就是关于一个疯子 领着五百个疯子的故事 我们老板 刘昌乐先生 其实是个特别好玩的人 他听了这个话呀 没有生气 反而补充说 现在已经一千个疯子了 所以我经常把凤凰卫视 叫成疯狂卫视 但这玩意儿也有一个学名 叫专业激情主义 没错啊 什么叫凤凰浴火呀 照我看 就是我们拿激情当汽油烧啊 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这给大家要捏个盘 就是因为我们要纪念 这十五年来 我们跟大家伙一道 燃烧我们的生命 接下去我们还得烧 然后捏盘重生 我们再烧 再捏 再重 再烧 生命不息 放火不止 另一位 小弟要去了 因为第四乐章 正是涅槃 涅槃 还没完呢 还没完呢 现在到你们说了 要去广告了 快说 广美又一次热泪盈眶 我这次热泪盈眶 是因为看到凯底下 好多好多 同事 同事 好久没见到他们了 真的 就是这些年 你经历过的男人和女人 你发现那就是 那就是你的生命 你觉不觉得 你的生命是一个一个一个人 如果所有这些人都没了 你就空了 是不是 他们都是我人生中的插曲 然后就是不同 谁是主角 主角现在在家里呢 是吗 主旋律在家里 没错 主旋律在家里 啊 哎呀 这么多插曲 那么今天呢 我们 算主旋律吧 今天算枪天三人行的主旋律一回了 学 主旋律 学老师今天特别安静 我觉得 学老师一定有一个非常 重要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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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 呃 扎建英有一次 一个反省 为什么要做这个节目 因为 我们深深感到 我们在这个节目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贯 文明启示录 在点击接口 搭不到速度车的时候 再翻一下 说问题 就在那里讲